《七十一》 《明報》 影片簡評 2015年7月12日週日首映 P-1025 圍滿分天才少年的奇妙旅程 I.I.A. 鄭正行天使愛美麗導演 G.Pierre Junot 的世界 依然繃紛燦爛 這次走美式橫桐流浪力險故事 加入荒野西部元素 冷面少像本色 以搜索者的冒險精神 穿舟過省 天才少年當然是科學精英 但任何技術也難的生死傷格和內心創傷 家庭大團圓是理所當然的出路了 石旗拍過妙不可言和天使愛美麗大和口評的法國怪財 上皮亞桑女 近年作品不大叫作 現在這部拍成兩年後 香港才冷滿地上映 此片拍攝美國神童其餘 故事不大詭異驚險 但細緻妙脆多彩 3.D. 影像奇美出色 仍是可觀之作 惡知食女初潘素光頭青筋暴現 H. 戲運身橫連肌肉屎穿海老床 無事為衣古金裝扮碎眼聲鬆難掩眉 其與姦色約美態 與柴奇幸歌舞技拍到舞台上下戲 四百男女主配個跟班替身四五角外獄業縣 多產導演三次崇小搞搞真 四谷怪談賣的還是血腥惑恐怖地顛覆 這讓貪新研究利欲分心奸險 歹毒妄固親情倫常 難道得一男子又怎會怕報應 等閒笨男野不起的現代女性奸情漢 不過眼環是要自己了斷 鬼驅人為愛張偉紅道比何巴士匹保原版 創新家居深深恐怖視覺 三十三年後新人類從拍明之不能再掃經典恐感 唯有細節找趣味 又熱能又遙控航拍 科學師為妥善解釋一通電氣承在人間地獄重疊 墳場遇上房產急攻近離 簡單道得批判做個姿態 總算印證恐怖是由翻土而來 這次翻得不夠心而矣 幾途搬家最忌是新屋藏舊債 奈何地產商都口密覆監 稍不留神就誤入鬼屋圈套 然加強一家之主改為失業情G 大概是凸顯社會充滿謊言 以及人人都面對被偷危機的時代主題罷 此片可算是改篇經典中最不懂脫角的翻鈔版了 經典場面全部留底 但只靠數碼特技推棄 也嚴山走了原版見泳池的情節 但仍有看你今次怎玩的原念 現場實錄客指標是可客到未見過大捨放水的新世代觀眾的 心想重拾當年一家如何互助救親人的精彩橋段就欠奉了 故事改動最妙是靈探組原來本是夫婦黨 到事業失敗的靈探老公出場才有過引氣體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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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